我覺得稱讚女生是一個恨 我覺得四門藝術 N�ה說 我覺得你今天造型可以喔什麼事 身材很好 噢 挖 挖 妳們 啊 糟了 糟了糟了 好 歡迎收看低卡巡情 歡迎來 低卡巡情固定在版上找一些有趣的文章跟大家分享 大家也很熟啦 每次都念這個對不對 無聊詞 有沒有一些新的詞提供給我們 首先來看一下第一篇文章 女生跟你借外套來穿是喜歡你喔 那圓潞在高中的時候啊 就有個女生時常會跟他借外套來穿 然後當其他女生看到的時候就問圓潞 欸 你們兩個是什麼關係啊 為什麼願意借他 不過圓潞其實在學校跟那個借外套的女生不太熟 頂多就是講一些課業的話題 那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就很常來借外套 那前幾天呢 圓潞跟一個朋友聊天的時候聊到這件事情 才知道原來高中那個時候 那個借外套的女生對圓潞是有意思的 但是因為當時圓潞在班上還有一個很要好的另外一個女同學 所以借外套的女生才會覺得喔應該沒機會 然後沒有表達她的心意這樣子 然後圓潞覺得很意外 哇原來女生借外套真的是在暗示喔 結果看過蠻多的 在批的那些女生其實他們都算是那種 就是欸 她是我的人的感覺 她跟我蠻要好的 對對對 有種 宣誓主權 那她到底是批著還是穿著 批 我覺得她批著這真的是你說的那個意義 就好像秀行情的感覺 對對對 因為我沒有看過是真的把拉鍊拉起來然後手還插口 因為如果你認真穿男生的外套 真的會讓到一個很誇張 而且瑞琦國中的外套多半版型做不好看 你拉起來就肚子會肥肥的 而且披著你手還可以在裡面的感覺 就好像兩邊是沒有手的 所以你現在人不都很追求這種嗎 就是這種 喔對 短袖沒有追求 短袖沒辦法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點會讓我覺得拿外套很曖昧是 你們以前外套上面有秀名字嗎 有有有有 我覺得真的會超曖昧的 就如果今天拿余秀琳的來穿 大家說我現在是跟余秀琳在搞曖昧囉 而且在我的心臟上幫 對 秀名字是讓你們這樣用的 如果是借你的外套 就是這樣折起來然後午休 我覺得那個沒有曖昧 蛤 他在曖昧 我跟你講 因為他是午休你知道嗎 他的那個肌膚之親你知道嗎 而且你會聞到那個味道 你是真的會 那個王芳辰這三個字這樣 對王芳辰這樣卡 王芳辰 王芳辰 好太大力 我懂啦 你只會說你很像抱著他在睡覺 對 所以我覺得借外套這個行為 他不管是用在哪裡我覺得都是曖昧 對我來說 除非有一種可能 如果他真的就是借了 可是他外面在披層他自己 我覺得那感覺不一樣的原因 所以他就是沒有在炫那件事 他可能真的是很冷 真的冷的話 他穿了三強外套 重點是男生戶套通常比較大的件 但是他還是堅持把小件穿在外面 這個可能就真的冷 欸可是那你們以前是真的有借給人家過 或是被借嗎 唉我國中沒有借出過一次過 欸你會嗎 我好像沒有 應該 應該還是 男生戶套比你還小 比你還小 你很直男喔 你很直男喔 這有點好笑 我是站在欸裡這邊的 我國一才153公分 你有可能啦 我怎麼樣就比他 女生發育 然後長那麼確定我國中的時候多高 我國中可能140 對啊 我不相信 欸可是他講的可能真的有道理 你要想如果 國一153公分 跟170的女生 他可能真的會變成這樣子欸 因為你就是比較長一點 喔沒事 對不起我愛你 我愛你 我還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在想那些戒外套不戒外套的 其實他們應該是可以跟女生戒吧 沒錯 這是重點 所以很多人會跟我戒 那這樣子我戒男生很合理啊 因為女生我穿不下 你穿飛機 很棒很棒很棒 你自己 自己至少可以 你穿 對對對 蠻合理的 可以吧 關城學長 我沒有說 但是我覺得 如果 我拿到那個外套是我喜歡的男生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覺得有心動 但是如果 借給我的人是 我沒有意思的男生 我可能就會覺得我就只是冷 欸可是我講真的我以前有被借過 但多半反而都是 關係很純的女生欸 就是欸我忘了救了一下啊 然後我就借了 可是重點是我那時候也是很愛耍帥 借的時候我告訴自己冷的鑰匙 然後我是睡窗邊 然後我把那個旁邊那超 超級髒的窗簾這樣子 就果然說 幹 這樣就不睡了 這樣你會讓女生誤會啦 太冷了 因為真的太冷了 可是 可是又覺得啊不知道 這樣覺得很冷啊 我要借她好了 那你們覺得國高中女生 除了借外套之外還有什麼 你們覺得很暗刺的心 嗯 欸我想到一個我想到一個 因為我以前 喜歡的人都是別班的 我會故意去說我的課本沒有帶 我去借她的課本 喔 很合理欸 我會在上面可能寫一些字給她 然後畫一些東西給她 還沒在一起 這就是超曖昧的行為 然後她可能也會跟我接 嗯 對就故意這樣子 她會想要改彼此的考卷 喔對 啊啊對啦 以前改考卷是這樣 以前老師可能會這樣子 欸欸收起來然後她也發嘛 啊比方說我喜歡的女生 坐在這個 第四排第一個 然後我看到是最後一個人改我的 好難過 而且我跟你說 假設就是我跟Rush坐在一起 然後可能她拿到我喜歡的男生的考卷 我們可能會說 我想改她的 哇 那個打勾會不會最後勾出一個愛心 哈哈哈哈 太多了吧 我跟你講我只有我以前有被喜歡女生改 她好像有寫個加油還是什麼 然後好像還加一個蝴蝶結這樣 就看到暈到爆耶 真的會暈耶 來看一下卡拉雅的留言 B35說一兩次是可能是真的冷啦 如果很多次有可能是安心 我也覺得 B71說人帥真好 曾經有個女孩跟我說好冷 但我拿出外套馬上跟我說不用 欸她也是拒絕的很耶 對啊 然後B11說我喜歡的女生一次戒兩件 帥哥的直接傳身上 我的來蓋一下 B61就說 我覺得男生一般都不會想太多 就借個外套 我也是遇過 那女生說可以借個外套 男生拿下的便當嗎 有點臭 拿便當的時候好像真的會拿外套 對 拿來可能就是你知道吧 會這樣子包起來這樣 對… 那你覺得學生時代 借外套是怎樣的行為呢 歡迎你們告訴我們喔 好啦 下一篇是來自於感情版的文章 出國玩需要送男友家人 伴手禮嗎 原PO他這幾天到日本玩 然後在想說好像可以買個禮盒 拖男友中秋節回去送他家人 他目前交往兩個月 但還沒跟男友家人見過面 那原PO就覺得說 送個伴手禮應該滿窩心的 但又怕太早 不知道大家覺得想法如何 我覺得看怎麼講耶 如果我會覺得不要太刻意的話 我可能就會希望 我男友可能就說 他去日本玩 然後有就是買一些冰乾之類 跟女朋友有買了這個東西 對 跟很正式的說 我女朋友買了一個禮盒 想要送給你們 就是感覺是兩種不同的慎重程度 你的講法可以是說 我們買這個啦 可以去人家一起吃 對對對 就滿好吃的東西一起吃這樣子 不用太刻意去強調說 他特別挑了好久好久給你們 我覺得這好像就有點刻意 然後價格是4800塊 那那個帳戶在這邊 QR都找一下 Angie你都送什麼啊 你送你的岳父岳母的時候 這樣講有點不好意思 可是我很少送他們東西 你看他看 我岳父岳母他們比較特殊 我永遠都想不到他們缺什麼 他們怎麼都不缺 因為他們自己就是商界人士 所以他們永遠 家裡也是一堆那種禮盒啊 你懂嗎 然後他們就是 他們缺你的陪伴啊 對啊 他有一堆禮盒 但他缺你的禮盒 推薦我一個東西好不好 我之後我真的 我錄一個reels 就是我拿那個 不是刀啊 我拿那個給我岳父 我覺得 御守不錯 好像不錯 御守也就不錯 我突然想到不錯 就是如果真的是個 生意辛農什麼的 對啊 對啊 你就說你去一個什麼什麼廟 幫他去 而且還代表了 那是機場買不到的 對 而且是你 親自去那個廟 對 你親自在那邊這樣子弄 因為我想一想 我覺得我岳父岳母 日本有這個嗎 在台灣也有 台灣也有三次 對啊 對啦 其實台灣有很多預售 心意到最好 真的 心意最重要 那像其實我們辦公室也有 所謂送 伴手禮的文化 因為我們部門來講 真的很愛送 我後面出國之後 我就有一種 前面已經拿很多 好像大家都知道我出國好像就要送一下 可是一開始是 蠻開心的 但後面也開心 都開心 對不對 你剛剛是嘴爛了一下 沒有沒有 他這句話的文法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種文法 怪怪的話 我剛剛講太快 因為我們團職越來越大 其實我以前想要送一些 蠻有特色的東西 可是因為人數一多 你知道那單價就高了 你知道嗎 對啊 而且有的時候我去一個同一個地方兩次 我要送的時候 有點重複的話就很尷尬 可是我覺得你就是去北歐那個 那個魚子醬那個 我覺得那個超好吃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我覺得歐洲的食物 大家真的都不愛吃 因為我跟你講 真的太多好甜的東西 各種Oreo 各種巧克力 後來我想要弄一個稍微不一樣的 那你應該沒有花很多錢對不對 其實沒有花很多 因為你就是那一條嘛 你自己自己寄給大家吃嘛 我買了 你就會親自送到他手上 因為我要享受那種 謝謝 我不知道有買伴手裡 就會有一種 我要親自送到的感覺 有兩個心意 一種是 您嘗嘗 第一個心意是 快感謝我 哇謝謝Rio這樣子 謝謝 哇謝謝你耶 我在那邊切那個北歐那個三明治 我也想要看你吃的樣子 哇 可是我反而相反耶 我有時候反而如果他不在 然後我放在他桌上 如果他今天他說這是誰送的 然後旁邊的同事跟他講說 是N主送我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一個一個這樣子 好惹人注目 我不知道 沒有其實我有一個念頭是有一種 想跟他聊個天 因為大部分人就會接著問說那邊好玩嗎 如果我很想要分享一下 對啊 那我想到 如果我今天我對我送的那個 OMIA給超級有自信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也會這樣 對啊 那如果今天是芒果開 對啊 芒果開就直接這樣丟 我真的真的是丟了就跑耶 客製化了一定要說 那如果你特別為了我買了一個 不要那麼大骨牆鼻的紀念手套 你不可能丟我桌上吧 那必去那必去 欸你這是什麼 大骨牆鼻手套 怎麼客人的紀念手套 對啊 我真的去韓國不是買那個 特別的吊飾給你們嗎 對啊 那個我其實也是想要親自的給你們 然後跟你們說我為什麼會調這個 對對 因為一定要講 不然如果我今天有看到 我可能沒有辦法想到 欸你送我這個有另外一層的意義 或怎麼樣 你搞不好還以為大家都是 對啦 其實蝦餅那種我也會放桌上 蝦餅就放 蝦餅那種放桌上 而且其實你跟去哪裡也有關 對啊 如果今天去很特別的地方 什麼土耳其 嗯 那你回來送個什麼 芒果乾 鳳梨酥 對啊 蘇條奶油餅 那這個說不過 土耳其的補餅 讓我們也說不過去啊 讓我們也說不過去 對啊 我覺得還是要呼籲大家 這東西真的是不是一定 相信用心 其實對方是感受得到的 好啦來看一下卡有留言 B1他就說 他覺得圓PO可以送啦 這個行為只會是加分 不會是扣分 對沒錯 然後B2就說 才兩個月也沒見過面 送禮幹嘛 好像要急著刷存在趕 你確定對方真的有打算 把你介紹給他自己的家人嗎 還是錢省起來 好好自己去吃好吃 到底跟對方家人的關係怎麼樣 其實只有圓PO自己知道 所以這個你就自己讓參考 好不好 B3就說啊 感覺買了也是之後都要 對啊這當然 有可能 是當然的 但如果你想跟你這男友之後 發展得更後面的話 那勢必還是會走到這裡 就是圓PO要自己評估一下 好啦那你會建議圓PO送半首禮嗎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那再來是來自於心情版的文章 男生會當面跟女生說漂亮嗎 圓PO很好奇 如果今天不是男女朋友的狀況下 男生會發自內心 單純的去稱讚女生漂亮嗎 什麼樣的情況下會講 或是都怎麼樣稱讚 進來看一個卡有留言 B4的卡有是說 他居然蠻平凡的 男生比女生還容易大方直白的讚美對方 有嗎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沒有 不覺得 不覺得 我覺得稱讚女生是一個很 我覺得四門藝術 真的四門藝術 剛剛你想要形容得很到位的時候 你又很容易產生語言上表達的失誤 對 好看漂亮這種詞 就很容易會過了那條線 假設你今天 欸你今天弄的造型 我覺得很成功看得到 欸你我覺得今天好看 我自己會覺得當下 那個氣氛我覺得就 Andre就會轉回來了就 嗯嗯 欸但是我有蠻常聽到 大叔會說 欸欸你今天穿得好看喔 他就有啊 可是我沒有覺得有那種不舒服感 對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人物設定建立成功 或者說他一開始就會講 對有可能是他這樣 如果是我們這種本來不會講的突然講 可是我們也有可能 我突然就覺得他今天牛仔褲特別好看啊 說真的是啊 我可能之前都不覺得好看 那我今天就覺得好看 那我講出來 就覺得不覺得好看 沒有我說我假如 那這樣不就 對啊你懂嗎 那你們男生很難去稱讚 我覺得我可能會很別扭 我也很別扭 可是很別扭 一講下去是不是就更怪 對啊 或呢 Andre講過啊 你講過 你為什麼把自己都不出聲 把你剛剛連句話還給你 你怎麼剛剛都不出聲 幹什麼 你還說林書藝 我叫什麼 就是有一次我們去錄那個 單身級地獄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不是穿了一個 短板的 然後那個 Andre說 欸我覺得你今天造型可以喔 什麼什麼的 我就說 欸這樣可以嗎 這樣子 然後 我說什麼 現在已經關鍵來了 然後然後我就說 對啊就是 身材很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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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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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教課小老師上線了 色龜 我是色龜嗎 我沒有覺得被騷擾 哈哈哈 哇這沒救 這沒救 這沒救了 這沒救到啊 但是有沒有我跟你講 身材好 怎麼了 是一種稱讚啊 我們都是當家好兄弟姐妹 有人說身材好怎麼了 我反而是覺得 我們今天可以認認真來探討 兩性之間的成讚 哪些真的可能會讓人家不舒服 哪些其實我們想太多 比方說喔 我覺得妳這套衣服 我把妳的身材又是 我覺得 也不好嗎 有點魚關禽獸的感覺 我不會 我只是覺得意思差不多啦 那還是暴力一點 欸今天這樣辣喔 我覺得就是 不要有那種 特別刻意的感覺 我好像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我也覺得欸 你們就是自然的 來自然的再番稱讚 我其實覺得 欸你今天真的蠻好 尤其他後面 他那個綁那一撮 其實我今天在看到他 你看得懂 他 沒有 你別問他 看不看得懂 沒有 沒有我真的看得懂 因為他今天後面是明顯是有一些法術 那個 那個臥燒神經的部分有出來 對 這本來就是太多 沒用字潛質 對 就是我太少練習這些東西了 對 因為說真的這個頭也是被 呵呵 結果你知道 我們實習算說什麼嗎 他說 我這很像 戰國時期的頭 哈哈哈哈哈哈 說真的我也沒有不開心 因為我本來就覺得這個 直男可能看不懂 直男看得懂的時候 我反而會覺得蠻意外的 你看得懂嗎 我看得懂啊我看得懂 我是覺得好看啊 你知道這是什麼頭嗎 1998的那個 但我今天看到他的時候 我的確覺得說 他今天有給我一種 要上鏡頭的感覺 對啊 就是我覺得 他 他的 他那個臥炸 怎麼講對不對 因為太太長 我跟你講太長 我講說我覺得他今天跟平常不一樣 好像是在講他平常怎麼樣 欸那我很想問一個 我想問一個 那你先問 哎哎哎哎哎 你不是這樣看嗎 就假設你今天看不懂那個打扮的話 你想要跟他聊聊那個東西的話 你會怎麼樣聊 我覺得要看你覺得是好看還是不好看吧 就如果你覺得不適合他 那你就是看不懂 可是你跟他很熟喔 我不會主動提 但他問我我會講 假設他會問你說 哎 你覺得這個就是 我這樣兩個適合我嗎 這樣 我就會說 我覺得這好像蠻前衛的耶 就是 哪裡有流行這個髮型嗎 沒有我今天起床的時候突然就要看 我就蠻好看的 怒怒你知道嗎 我就會說 蠻像的蠻像的這樣 對因為說真的 一開始 拿高藥染那個頭的時候 他是有給我看過的 然後 我也是看不懂 我那時候還以為他在跟我開玩笑 你知道嗎 而且因為我就覺得 以他那種就是酷酷的個性 我就覺得他不會用花花在頭上 然後他後來真的要去染色 我跟他說 真的是認真的喔 我就跟他說從我看不懂 但是我覺得就是你可以用 最多最多就倒步我看不懂 對對對 因為我就覺得 拿高就是有他自己的喜好 他也很喜歡一些時髦的造型 我就覺得 可能很適合你 嗯 那我想問你 因為你剛剛有講說 其實不管怎麼樣 有稱讚方式那樣都可以接受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是你真的覺得 NG方式 太噁心了 其實我說真的 有些人可能如果穿比較低胸的衣服 然後你剛剛說我什麼 我身材很好 就覺得好像有點哪裡怪怪的 哦 我了解 對對對 假設今天啦 我們團隊就是teambuilding 然後去海邊玩 然後大家今天就是 可能換上泳衣什麼 我就 真的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我跟你講這沒辦法 真的都不要講 連那個泳衣 我話都不要講 我也不敢講 而且因為你在稱讚的時候 你難免會有點打涼感 對 你知道你們眼神這樣真的好明顯 不行不行 我們真的變乳個木頭人在那邊 如果今天女生穿比基尼 然後還可以稱讚的很 真的太強了 很不讓人家覺得噁心 真的超 我們來練習看看 欸 WaveShine嗎 還是那個 AirSpace 1980那一件 哈哈哈 這件是他限定款那一件嗎 我看到你把自己當Kevin老師 你說那個泰衣包要出來了 手勢要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 稱讚真的是 一門學問 一門學問啦 真的 好啦來看一下卡爾留言好了 B26就說 我會只是說 讓你穿搭很好看 是我喜歡的配色 你今天包包跟你星座的指甲很搭 有時候瀏海喔 看起來不一樣 你眼睛很漂亮 我喜歡有故事的眼睛 等一下 最後兩個 等一下 這個不行 這個真的不行 這個打咪打咪 最後一件油掉 最後一件油掉 這油掉的超油 好啦那 大家如果今天 女生如果穿比基尼 你會怎麼稱讚她 哈哈哈哈 交換一下 交換一下 還蠻好奇的 那還有啦 就是覺得女生很漂亮 你覺得該不該講出來 要怎麼稱讚得到位 歡迎告訴我們 好那今天第二條巡集在這邊結束啦 那剛剛討論文章 都在今天欄裡面看到喔 那現在別人學生 只要滿18歲的下載DKAPP 這樣會討論喔 那我們第一條巡集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大家都帥 大家都很漂亮 帥 這樣不好看 不好看喔 嗚呼